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 维维道出生物学的精粹与光彩 本单元的内容是生态保育与环境永续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的学习目标与大纲如下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 影响生物丰富与分布的生态机制与作用 包含竞争与掠食 影响生物风量与分布的生态机制与作用 寄生及互利 群聚生态的机制与作用 生态系的功能 此外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 生态与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成因 以及最后我们会讨论生态法则 环境伦理 以永续发展 PART 1 影响生物风量及分布的生态机制与作用 我们在之前的单元探讨过 生物的分布与风量 包含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这里我们就要为大家探讨 生物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生物的交互作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现象 它是几乎无所不在的 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生物是单独存在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生物借着许许多多的生物交互作用 不但会影响到个体之间的行为 同时会影响到族群的变化 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 你势必会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无法生存下去 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天敌把你吃光光 你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存在 所以从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会了解到生物交互作用 对生物的分布与风量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这张图中我们看到 有草食动物、有肉食动物、有植物、还有微生物 事实上他们透过了很多复杂的关系在做交互作用 我们要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交互作用叫做竞争 竞争是一个长久以来被生物学家还有世人 认为是很重要的生物交互作用关系 比如说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都了解我们有竞争 因为我们要获得资源 而资源往往是有限的 就如同在人类社会的竞争里面 生物世界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竞争 比如说 在竞争的对象来讲 我们可以分之为 总间的竞争和总类的竞争 总间的竞争是不同的物种在竞争 总类的竞争是相同的物种 彼此在竞争 而由于相同的物种 他们对于资源的需求往往更为类似 所以 总类的竞争 很可能比总间竞争更为激烈 从竞争的方式跟竞争的结果来看呢 竞争又有另外的一些类别 比如说 竞争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如同人类之间的竞赛型的竞争 他们可能只有一个胜利者 就像拳击比赛只有一个胜利者 跑步比赛最后只有一个冠军 而生物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竞争 他们不论是在竞争配偶 竞争食物、水、生存的空间、竹槽的地点 如果他最后都只有一个竞争者 这就是很简单的单纯的竞赛型的竞争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 这些资源很可能没有办法为单一的个体全部囊括 那个时候就很可能造成很多的个体都可以在竞争的过程中获得资源 可是大家获得的是不同的成果 不同的量的 另外在竞争的方式来讲 有的时候竞争会产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真实具象的打斗 抢夺 追逐 甚至是杀戮 比如说我们看到两只公鹿在相抵击角 他们很可能就在争夺要跟母鹿交配的机会 可是也有很多时候 生物是透过一些 不是直接打斗 竞竹 甚至杀戮的方式竞争 而是纯粹看机会 或者是速度 或者是取食的效率 所以这种方式的竞争呢 看起来是很和平 纯粹只是看 谁先到这个地方 谁吃的快 或者是谁的机会比较好 这也是一种竞争 竞争在自然的世界里面扮演了非常多重要的角色 而很多的生物学的研究发现 它往往会影响到 我们称之为七位区隔的现象 非常类似的生物 他们对于资源的利用非常相同的时候 因为竞争非常激烈 很可能没有办法共存 或者是共存太困难 但是它如果有稍微的区隔化 他们的资源利用 减少了他们的竞争的强度 他们就有可能可以共存 但是在真实的情况之下 造成他们的七位区隔 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因子所造成 比如说在这张图片中我们看到两种藤壶 紫色的藤壶跟这个绿色的藤壶 他们在真正单独自己生存的时候 他们所能够占据的空间 会跟当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 所占据的空间不太一样 结果事实上呈现的是因为 紫色的藤壶 它比较能够忍受在高潮位的时候 缺水的时候 它没有 它一样能有办法在没有水的环境之下生存 所以它可以分布在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绿色的藤壶 它只能分布在比较低的地方 可是在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 这两种藤壶都可以生存的情况之下 竞争却使得绿色的藤壶 压倒或驱逐了紫色的藤壶 而产生了右边我们看到 这两种藤壶在海岸的潮间带 它们分布的高度 事实上是不同的 有趣现象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种 非常强大有力而有趣的 生物的交互作用 捕食 捕食被很多的研究发现 生物学中告诉我们的 竞争是唯一的逝者生存的条件 不见得是举世皆然的 很多时候捕食者往往会介入 甚至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干预角色 比如说我们在右边的图片中看到 狮子要吃斑马 但是秃鹰也要吃斑马的死狮 而后面更有土狼也要来分一杯羹 也就是这些捕食者 他们往往会彼此之间竞争 而他们又同时都是 这个斑马草食动物的掠食者 所以捕食跟掠食两者之间的捕食者 他们的竞争关系 有的时候会干预到了捕食者的成功与否 而捕食者本身也会造成竞争者 他的竞争的成与败 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交互作用 更有趣的是 我们以往理所当然认为捕食者 一定都是肉食动物 去捕食草食动物的这个现象 也不尽然在自然界完全如此 比如说另外一张图片 还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即使是小小的昆虫 它都很可能是一个捕食者 有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去捕食 体积比它大的其他的生物 跟捕食者类似的一个作用的生物交互作用 我们称为植食 严格的讲 我们往往把捕食跟植食 都把它视为是一种掠夺的行为 或是掠夺的交互作用 因为他们都是一方获胜 而另外一方可能会吃亏 失利 甚至会失去生命的 植食跟捕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们去界定植食者 是只针对于吃草 吃植物的这些动物 他们的捕食行为或捕食作用 而相较于肉食动物去吃动物的这个行为 植食者对于他的食物 也就是植物的伤害 是相对来讲比较轻微的 甚至很有趣的是 很多的植物在被植食者捕食的情况之下 经过了补偿作用 它可能会长得更快 长得更多 所以植食跟肉食者的掠食 还是有稍微的不同 但是跟掠食者的捕食作用相同的是 在植食生物的世界中 一样也可能会发生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 参入在植食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两只不一样的毛毛虫 都要吃树叶 他们事实上是在竞争的 甚至吃树叶的昆虫很可能跟吃树叶的草食动物 像鹿或者是兔子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竞争 看谁吃的多 看谁吃的快 也就是说竞争这个行为非常普遍 但是掠食或植食跟竞争往往会同时出现 或者是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相互的影响 以上是Part 1的部分 我们针对于生物的影响 风量及风布的生态机制与作用 针对了竞争及捕食这两个行为做介绍 谢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